接下来这个新闻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到这个推特的蓝鸟 推特大家知道 我是没有用过推特 但推特就是一个小鸟的一个标志 这个是推特 被马斯克去年用了400亿美金买下来 但是他就很任性 他说我不想要这个小鸟了 我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叫X 不是X片 但是X就是无所不包 但是这个风险是很高的 这个就像是你要可口可乐 是比如说家喻户晓 那以前的话大家说一口口可乐 后来改了口味 就是业绩大受影响 同样的推特是家喻户晓 你现在突然说叫X 虽然X很好记 但是你这个的话 第一个你会侵权 侵权到别人 因为X这个字太普遍了 那第二个呢 就你原来好好的品牌 你的价值就整个都损失掉了 那只有马斯克会去干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推特 是他最近以来最失败的赌注 人员大幅度的流失 广告也流失 所以未来这个推特 是不是能起死回生 值得观察 我刚才夸赞了马斯克 星链很好 这个电动车很好 但是推特是一塌糊涂 We'll be right back to you We'll be right back to you